有那个产生 然后呢 最后会有删除 然后并且的话呢 可以在 苏能有分析自动画里面 再加上图 那图部分的话就是 它可能就是产生一个 然后在旁边画一个 产生一个再画一个 那这个画这个图 也是用录制的 那你把它补在后面去就好了 那因为 这个程式我想 应该也不算太复杂 你们可以参考 那个46页的部分 请各位自行再把它补一下 但是谷的部分 可能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我是把枢纽分析图 放在这边 那其中的话 我这边是A1 因为我这边显示 因为我最后是把它放在A1 枢纽分析图是 从A1开始放 那枢纽分析表 它内部预设是A3 如果你没有改的话 你可能要 把那个程式改成A3 否则的话 你会发现 那个图会出不来 它一定要放在 有枢纽分析表 那个地方 才能画出那个图 那图部分也可以改 你也可以自己再做一些变化出来 所以这一题大概就先到这里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有关那个 那个外部资料 怎么样汇入到Excel里面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第47页的部分 47页 47页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 我们有一些资料 不过是在外部 那我们可以透过那个Excel 帮我把它汇进来 那里面大概一般比较常见的 可能像什么SS的资料 或者像那个TST的存文字资料 那怎么样快速的把它整合到 我们的那个Excel里面 那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开启那个范例档案 里面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范例档 这里面的话请各位开启那个 这边有逗号 另外的话还有个资料库 SS资料库 那有一个Pooledout 就把它打开来 你会发现 这个的话是 里面 那你现在看 看不到那里面的那个分隔符号 这里面是用Tab键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用Excel来开的话 首先第一个 请各位开启一个Excel空白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那个 外部资料汇进来的话 其实几个方法啦 你可以用开启 用那个开启旧档的方式 它是可以开启的 不过开启旧档的话 它变成说要把这边改成那个什么了 改成TST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文字档案 那它的副档名就是TST 不过这个方法 也是可以啦 不过我比较不推荐 我比较推荐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说 干脆我们直接用什么了 用那个资料里面有个第二个方法 就是 资料里面有一个叫从文字档 这个选项 不过还是有问题 就是那个如果太旧的版本 可能没有这个功能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那你可能只能用太旧档 那我们怎么样呢 第一个 从文字档 那再来的话跟他讲说 我那个档案是放在我的桌面上面 桌面上面的话呢 我们找到那个我们的进阶的范例档案里面 那这边的话总共会有一个逗号啦 那请各位先开逗号这个好了 就是PRODA瓜五逗号 那打开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他会先帮你开那个所谓的那个 资料剖析 其实这个部分呢 跟那个资料剖析里面的功能还蛮像的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分格符号 但是还没解决分格符号之前 会要先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乱码的问题 因为他打开之后 他没有办法辨识说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个编码方式 里面全部变乱码 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用越南文给你编码 那怎么办呢 请你找到正确的编码方式 那里面各位可以找那个 应该是BigFi吧 台湾的那个BigFi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找那个A-N-S-I都可以 两个方法 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里面的话 你可以找一下那个台湾 不过台湾里面好几个 你可能不是每一个都可以 其中的话呢 特别注意这边有个台湾 但是你会发现 你即便点了那个台湾的 他以为是乱码 所以记得这个地方的话 不是点那个台湾 那记得就是要点那个繁体中文 有没有 繁体中文里面的话 还要选对啊 这里面非常多 里面的话记得选那个繁体中文 里面有个叫什么 BigFi Big5的这个啦 Big5这个 基本上呢 应该才不会是乱嘛 OK 你会发现哦 你找错的话 而且这么清单里面这么多 还不能选错 所以记得哦 繁体中文 Big5 才会是正确的编码方式 但是呢 因为Essale2010 还是用Big5 可是新的版本到2016的话 他已经用unicode 用万国码了 所以新的版本 大概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可能不见得是用这个Big5的编码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选到那个Big5之后 下一步 OK 下一步之后的话 跟他讲说 你这边的分隔符号是哪一种 那因为刚好我们里面是斗点 所以你就把斗点打勾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 里面的格式是哪一些啊 你要不要调整一下 不过通常啊 我建议就不用调 除非说呢 这边有很多栏位 有一些栏位你不要贿赂 像哪些栏位呢 假如说 这个地区好了 比如说你这个地区不要 你就不贿赂此栏 他将来这一栏就不见了 不过通常我如果全部都要啦 你就不要去变动 假如说你哪一栏不要 你就不会入此栏 那按完成就好了 他会问你说 你这个资料要放在哪里啊 那我就放在工作表1里面的 A1儲存格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帮我把他正确的贿赂进来了 那两个方法 我比较推荐 第二个方法 资料里面的 从文字档 或者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那个 开启座档里面 开启座档里面 你也可以找一下这个 不过你可能要变更一下那个 文字档 然后也是一样去哪边找 去你要找的那个位置 那不过 他的做法好像蛮多是类似 像刚刚那样类似 也会遇到什么呢 遇到就是说 你要用哪一种分隔符号 好 那我们用这个方式 先把资料汇进来 那汇进来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坎错向下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总共会有761列 减掉一 刚好是760笔的记录 里面的话呢就是包含什么呢 包含那个每笔订单 它订的数量 跟定的单价 不过会有个问题 就是它有数量有单价 但是就没有销售额 所以如果未来你要统计什么 统计 这些所有产品里面的销售额的话 那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没有这个栏位 那没有这个栏位怎么办呢 我是建议啦 你干脆自己先加一下 不然的话你到时候没有办法统计 好所以怎么办呢 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就是在 最后哀然的地方 先新增一个什么销售额 然后呢销售额其实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那个数量乘以 这个STOP OK乘以单价打个勾 OK好上下填吧 另外的话 如果你今天要统计什么 后面我们这边有一个统计 从2005年到2010年的销售记录制作出报表 那问题来了 你年度的话只有哪一天 年月日 OK了吗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你少一个年度的话 其实你有几个方法 可以用群组 就是群组部分的话 就是他可以帮你按照年去做群组 但是有的时候反而 我是觉得不见得方便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缺哪一栏 请你记得 你就先把那一栏先准备 因为数量分析表是这样 数量分析表就是你有那一栏 你就可以做出那个分析 如果没有那一栏 就做不出来嘛 所以道理很简单 就是如果假如后面呢 我们要分析的是年的话 那你可以在后面加上什么 一个年度 OK 哪一年 错了 年 那问题来了 你怎么取这个出货日期的年 你可以插入那个函数里面 这边当然一样是用日期时间里面的什么 义尔函数嘛 你就把义尔函数找到 然后跟他讲说 这个日期里面 你只帮我把那个年的部分带过来 其他东西不要 OK按确定 那向下填满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会帮我把每个年度 所以他会按照顺序排 好像刚好就按照那个 按照每一年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订单的里面内容 详细资料都在这里 也就是说这边有760笔订单 里面的话呢 分别就是记载什么客户 哪个客户 然后交货的地点在哪边交货 然后卖什么产品的类型 另外品名 然后型号 数量成一单价就是销售额 那如果说今天呢 我希望统计什么 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 第48页吧 2005年到2011年的报表 那最后我希望看到结果 就是涨得像49页 比如说今天49页部分的话 那这部分的话该怎么做 各位可以想想看 刚刚第一个 请各位先从外部 从web先试试看 另外如果说我今天呢 除了说从web之外 你可以切到工作表2 你也可以试试看从assess 因为刚好我们有个assess资料库 不过他位置是在哪里呢 我是放桌面的 你们可以找一下 你们范例档里面 会有个assess资料库 你也可以从assess里面捞资料 其实assess跟ecell里面 资料 基本上是互相可以相通的 他会问你说 你要汇入到哪里 我要汇入到表格 或者是枢纽分析表 不过一般是先汇到ecell 再去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你按确定 他一样的话呢 会帮你把什么 assess里面所有东西捞过来 不过呢 你会把assess资料捞过来之后的话 我把它Ctrl向下看看 比数一模一样 对因为 只是资料交换的时候 一般习惯看输出什么 不过 这几种资料形态都还蛮常见的 所以第一个 他已经帮我汇入 但是汇入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跟assess最大不一样 assess其实还蛮阳春的 但是 没有 跟上 文字党 汇入其实是蛮阳春的画面 可是assess汇入的话 他会直接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那个整个帮我已经格式化了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不喜欢这样 因为这个格式化你可能到时候还要再把它拿掉 那你要怎么把它拿掉 其实上方会跟你讲说 其实他目前是一个表格 其实有一个table ok 那如果你要转回来的话 这边有个转 转为 转换为 设计上方有个转换为范围 ok 那范围的话就是一般我们平常在用的 就是里面比较没有一些相关的 那个资料库的设定 可以把它转换回来 按确定 上面那个 那个箭头就消失了 ok 那两个方法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我们 可以从外录 费入档案 我刚刚是用资料里面的从文字档 另外你也可以切到工作表2 试试看用从 assets 其他当然还有从web 从web就从网络 也就是说 ecell也有支援 那个网络抓资料的这个功能 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有点像网络爬虫 网络上的东西也可以把它爬下来 而且你也可以写个回圈 比如说你那边有100个网页的资料 你按个按键全部都下载下来 网络这部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其实在我的部落格教学里面也都有 常常比如说网络上一堆东西 你每天都要什么 复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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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累了 你不如怎么样 从web 他就从web 网页上帮你把那个 你指定的那些网页通通帮你撈下来 撈到哪里 撈到ecell就好了 那你后续要再做 其他的应用 就会比较简单 这个我想 很多人每天都会有这种需求 所以 可以试试看 至于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从SQL Server 从等等的 还有什么Microsoft Query 那我想 这些请各位稍微熟悉一下 那待会我们就是利用 我们干脆利用那个文字档 这个刚刚的纯文字档 里面呢 所产生的 总共有这几个栏位 那总共我们是A 会录的是A到H 那我增加两个栏位好了 销售额跟年度 那待会的话我希望呢 做出一个报表 在49页 另外呢 利用那个 这个什么呢 趋势图 做出50页的这个结果 那这部分 你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